每日神话 也是在撒旦施行诡计之时来认识我 这样 就是他多少年的侍奉 都是合我心意的 因而不曾被撒旦利用 他吸取约伯的信心 但看清了他的短处 约伯信心虽大 但在灵界的事 他缺乏认识 所以说出了许多不合实际的话 说明他的认识仍然是肤浅 仍然是不能达到完美 所以 彼得一直注重摸灵中感觉 一直注重观察灵界动态 所以 不仅我的心意 他能略有体察 而且 而且撒旦的诡计 他也略知一二 从而是历代以来 对我最有认识的人 从彼得的经历当中 不难看出 人若想认识我 人若想认识我 必须注重在灵里洗磨 并不是让你在外面为我奉献多少 这都是次要成分 若你不认识我 所说的信心 爱心 忠心 都是幻影 都是泡沫 必成为在我前说大话 而不认识自己的人 从而再次落入撒旦的网络之中 不可自拔 成为沉沦之子 成为灭亡的对象 但若对我化冷淡 那你无疑是对我抵挡的 这是实情 不妨你透过灵界大门 观看其中各种各样 被我刑法制令 哪一个不是因着对我化消极 冷淡 不接受 哪一个不是对我化冷嘲热讽 哪一个不是抓我说话的把柄 哪一个不是把我化 当作自己的护身武器 来自我保护 他们并不是从我化中 追求认识我 而是只来利用我化 当作玩具一样来玩弄 这不是直接抵挡我吗 我的化是谁 我的灵是谁 这样的话 我问过你们多少次了 你们可曾有拔高透亮的看见 有真实的经历吗 我再次提醒 若对我化不认识 不接受 不实行的 必将成为我刑法的对象 必将成为撒旦的牺牲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